嘿 大家好 我是宋鸡 现在我在粤北山区里面 等一下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当地的一个巡龙鱼养殖场 当地人 包括我们本地人来说的话 都是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地方 走到这种小道还要走十几公里吧 非不装路段的话大概一公里左右 非常烂的路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段路呢 已经是修平后的一个状态了 但是还是非常烂啊 我妈的车刚刚已经脱底了 因为中华巡它对水质的要求比较高 没办法 它只能生长在这些山间老林里面 靠那些山泉水养着 所以养殖场呢就只能在这边办 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养 应该要到了中华巡 中华巡养殖基地 好山啊这些地方真的很山啊 现在我们越北呢一进入冬季 虽然说没有北方那么冷吧 实际上这边的属于魔法伤害 比北方冷多了 因为我们室内室外都是不要暖气的 没有暖气的 然后湿冷的是非常严重 无论你穿多少 那些秋衣秋裤都不管用 它是直接冻到你骨头里面那种 很可怕的 大家北方的朋友有兴趣 可以来南方体验一下啊 就是这里了 就这里我们烧洋气的地方 就是两个小湖 就一样中华型的地方 哈哈看到这个女的乐 这么凉啊 这个东西是什么 没有他业 现在全部都已经卖完了,供不应求 这些都是三层里面下来的水啊,很金色 本来想买一条回家,买个十几斤的回家 看来是没有了,已经卖完了,因为养殖规模非常有限 可能这家人呢也是想着没事干嘛,找找副业,然后就开始养一下中华群 还挺好卖的,现在的话已经卖完了 前面应该还有一点,可以看一下 这些是比较小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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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还比较大,没有两斤子 没有,再几两斤一点 再几两,一只才几两种,很轻的 大的已经全部出完了 哎呀,几两真的不好吃 只要人家不耐 七月份进了鱼鸟 据说大江的Osmo Action还是支持防水的 等一下可以拿下去拍一下,看一下水下的视角怎么样 还就是中间还能阳阳压 哈哈哈哈 哎呀 那么上浅掉哈 哎呀 这么一一一钢鱼呢就两千多头 两千多条鱼 数一下123456大概有10到12个池吧 剩下10个池子就有2万多条 一条养大之后呢大概是80块钱人民币左右 2万乘以80 不知道我数学不太好 所以这边的水的话很简单就能分辨出它水质好不好 你只要看这些草 旁边的草 这些是一般都会增长在小区上面的 我就开始了 如果是像是普通的鱼塘的话就没有这种 哎呀天气冷了好多啊 像是有水源的话直接饮用都没什么问题 这里呢就算是一个典型的小农庄吧 大家看 这种就是我们客家的一种 许说菜肝吧 算是菜肝吧 后面那里的话 还养殖了挺多蜂蜜 蜂香 这农庄的这个 大哥还是挺会生活 基本上啥都有 深山老的还放细些 那边呢是他们自己家的养鸡的地方 围成一个小篮子在那边养鸡 也算是走地鸡吧 等一下看它卖不卖 刚刚我问了一下农场主 中华鲜的话需要养殖一年左右才能够出篮 养殖周期还是比较长一点 现在其实我们也是不透巧吧 一是人家刚刚好把那些鱼给卖完了 第二是下雨 这些水非常浑浊 哎呀太多鱼了 我打算夏天来这边游游泳洗洗找啥的 应该挺不错 所以就已经吃了 很累了 这个鱼的词 出货衣服 今天用什么监控里面 大家还有一个 工人在里面 工作人员在这个地方 工作人员在那里面 工作人员在那里面 二十世公里面的女人 那台语自己不表示没有 一定的,你也比顺 呢? 也比上什么 所以很重 这样很顺 对啊,太顺了 最近是木头 你这个家人都在这 天下我年轻去河南的 我给你 这家人鸟干 很难 那你也算我的天吗 我也生我的天 是的 我把它买一点还可以 但有入买的玩意买点 它是一样也不一样 这��买一点也都不一样 这么多的买进去 一万两千 哪里可以 电话里排名有三个时候 因为来没有 没有 这些水是两年 哪里可以 但那些酒就不用了 是的 这些酒店可能不可以 能不能用 不能用 不能用 而能在细水 能用 最后是量的酒也不可以 因为没有量的酒也不可以 可以用 平时都是平常的 用不平 在这个地方 那些酒店都没有 所以是来自家酒店 那些酒店都没有 你会用的 我常常有这些水 我们 gro medo 我知道这些水 要刷摆一点 你就是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 在地上 在土壤滙街裡 你怎麼說 是呀 手把 chill 我沒ILL 肚子原來他還是瘦 你是不是接著倆 還是瘦子下來 ? 沒呀 其實不想去沖 你來看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会放过 比较我会放过 我会放过的话 这样就更加过 对对对 所以你自己当我跳了 让你去那种旋徒 对啊 要提示的 要不是嘛 提示的 但是 我开始没有给 他一会儿没有给错语 要不也没给错语 因为我开始那一会儿 我看他一会儿没给错语 没给错语了 就会让他送给错语 你不给错语啊 不给错语 没给错语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鲜鱼养殖场了 一般人还真不知道 我以后不会告诉别人 不然我来了我又马不上了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观众 拜拜 说句良心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在这边养殖这些东西 一年的话可能搞个几十万挺轻松的 不是一点都不轻松 主要是这边路很难搞 然后基本上365天都不能离开 要么就有两个人轮流看守这边 还有一点就是这边的话没有网络 没有网络 给你50万 你来这边待个365天你愿意吗 欢迎在下面评论留言 拜拜